鸡蛋批发价惊奇涨3元 美台金55元创新高 淡价委员会表示 6日起鸡蛋批发价自美台金新台币52元涨到55元 9日产地价从42.5元涨到45.5元 刷新淡价新高 这也是2月中旬后 未满一个月再度宣布调涨 农委会表示 尊重市场机制 3月底前会从澳洲进口500万颗鸡蛋 补足加工用蛋缺口 稳定市场供需 未来也将透过产业升级计划 协助传统开放式鸡舌改建 从根本提升经营效率 确保淡农收益及兼顾消费者权益 明年义务一期恢复一年首年征集9100余人 国防部指出 明年征集入营服一年一期的一难约9100余人 一年一期人数将逐年增加 四个月军事训练人数则逐年减少 两者人数在2027年黄金交叉 到2029年时 征集一年一期人数将达53600余人 而四个月军事训练人数仅剩9300余人 因应一年一期义务义薪资提高 届时国军人员维持费将增加新台币160亿元 权动法修法引议论国防部说 前置媒体为不实指控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修正草案的预告期6日结束 国防部5日表示 后续将参着各界建议修正条文内容 但前置媒体为不实指控 目的是确保战时正确讯息传递 另外 但要是由国军军工厂生产 而非学生 中国经济欠加2023年军费仍增7.2% 近5年次高 中国现役陆军和海军人数为全球之最 北京又5日公布 今年军费编列人民币1兆5537亿元 新台币约6.86兆元 年增7.2% 是2019年以后最大增幅 学者分析指出 中国去年经济成长欠加仍投入大笔军费 因为解放军长期以来是个对外传递讯息重要工具 让解放军吃得宝与穿得暖是第一要务 稳住军队有助于军权掌握 这是北京领导人可以持续稳固地位的方式 美媒说 拜登将发布行政命令加强美对中国投资规范 根据熟悉商议内容的美国官员指出 拜登政府即将加强美国企业在海外的若干投资规范 以限制中国取得相关技术来增强自身军事实力 这名官员表示 拜登政府在制定美国最新投资规范时 持续与盟友沟通协商 这项举措预期将遭遇美国企业反弹 拜登政府官员先前已向商界示意说 在检视美国各项对中投资的规范之余 会注意不会管过头 中美纽区福岛核废水采访日使馆公布全文 接中国川排放量更高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日前就福岛核电厂排放废水 接受浙江日报书面采访 但管方指报道未能正确反映受访内容后公布全文 其中指指 中国核电厂目前排放废水的川含量 是福岛计划排放的4至7倍 管方提到 报道中指关于临近国家和地区的渔业及渔民将遭受的影响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没有任何答复和说明 但事实上 管方已在回复中明确说明 李克强告别座仅花一小时 20年总理南改革与中国走集群老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五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做最后一次总理报告 政坛告别座只花一个小时 中共政坛将权为习派 曾被寄予改革厚望的李克强裸退 一个时代黯然结束 被视为改革派之一的政协主席汪洋 也在4日做最后一次的政协报告 同为团派的两人 在中共20大都未连任常委 也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 本届两会后 团派基本退出中国政坛视野 罗嘉林当场减法仍超重0.1公斤美国公开赛被判失格 东京奥运跆拳道同牌女将罗嘉林原定将参加美国公开赛 女子57公斤级赛事 因过磅超过0.1公斤 被判失格 教练刘聪达五日表达自己也有责任 返台后会提出检讨报告 罗嘉林事后向教练和团队以及所有支持他的人道歉 他说自己没有借口 一辈子都会记得这0.1公斤的教训 罗嘉林后续将参加荷兰与比利时公开赛以及中国无习大满贯资格赛 经历这次风波后 他强调自己会更努力 WBC经典赛一日棒球迷做功课又不是世界杯台湾人在封什么 世界棒球经典赛3月8日起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展开A组赛程 台湾集合旅外的张育成与王博荣与宋家豪及中华职棒明星球员王威臣与江绍沁与林立组成全职业阵容征战 期盼打进8强淘汰赛 甚至挑战4强 究竟这个不以世界杯为名的赛事为何重要 台湾人对棒球为何如此疯狂 中央社整理QA内容带你看懂经典赛 歌仔戏明林陈美云此事享受72岁文化部将搬金洋状 歌仔戏明林陈美云过世 享受72岁 陈美云曾获台北市歌仔戏比赛最佳小声奖 毕生推广歌仔戏不错 文化部为感念陈美云一身奉献于歌仔戏艺术 保存内台戏特有的传统歌仔戏精髓 将颁发金洋状 文化部长使者表示 陈美云亦是嗓音甜美与唱腔细腻婉转 在歌仔戏借重小声中风格特出 应身怀身后腹内活系功夫 而能跨越行当 无惧挑战任何角色 如歌仔戏界的活字典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